好,大家午安 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一下一些Office的新功能 然后让各位了解 等一下最后面我们怎么样去整合应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早上谈了一些就是跟智慧有相关的一些新功能 像例如说自端分析啊 或者是参与喜欢 这些我觉得都是还蛮不错的功能 那我们接下来比较可惜一点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Office 365的账号密码 那有了账号密码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玩一点 什么叫做把文件放在云端 然后接下来大家去形成作业 希望就是说到时候 大家看能不能想办法 你们都没有Office 365的账号密码 都没有吧 因为大家都没有 所以我再回去研究一下 看要怎么样去教各位 我们学校是全校免费 如果你现在还是有学生身份的话 你应该可以享受到免费使用 那所有所有每一个人的账号呢 可能就会变成自己取的一个账号 小老鼠 像以我们阳大学文力的话 它长这样子 Office 这边是英文而已 然后这个是音校而已 就是看你是哪一个学校 比如说假设你是 就是活力台湾大学 它就会变成NPU N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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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ky因为要钱 所以 像例如说 假设 假设 就就是各位 的话 你应该就会改善 ier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那个代号 NTP 对 然后这边做自 petrol 那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账号 它的好处是全校 例如说你要写信给校长都很方便 你要写信给教务所 你要写信给某人 都很 全校 比如说我们学校 六千多的人 全部都在这个网易里面 那目前微软公司 它是学校免费 学校是完全免费支持 因为学生总会立业 毕业之后 就继续到社会上来去使用 可是不晓为什么 都毕业了那么多年 可是好像微软公司的 哈梅尔一直都没有 起来的迹象 你看像 我随便调查一下 你有哈梅尔 你还在用哈梅尔 来当作是你的电子邮件 记性跟别人联系的 麻烦学长请举手一下 有吗 几乎都不是用哈梅尔 那我是用中华电信 付费的电子邮件 因为 因为以前不觉得 以前不觉得说 那个 中华电信刚开始是免费 可是我已经用了 30年 中华电信的电子邮件 所以我就舍不得去换 所以就只好每个月再给他 每个月都要给他钱 当然我也可以用 Gmail 大家应该都有Gmail 所以这边就蛮可惜的 如果万一没有办法的话 我可能这一段我就会用 就是Google的Suite来去做讲解 大家都有Gmail吧 对不对 Google的云端服务 它叫做Suite X-U-I-P-E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看一下 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协中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假设我现在我要去完成一份 100页的文件 100页的文件 为什么5点之前我就要交出去 一个人做不到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班有20个人 一人做4到5页 分派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5点钟就可以产生这一份很厚的文件 100页的文件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 会计 专门只要做它专业的会计部分 资讯 只要专门做资讯的部分 对不对 就是各取其常来去做分工 这都是整合应用的很重要的事情 好了 那我想我们还是继续来看新的功能 新的功能 这边我们要先跳掉一些共用 还有是协同作业的部分 那我们来去看 阅读模式 首先第一件事情 打开这个Office20 应该是长文Office40招 Office40招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首先 它有针对 检视 它有针对 阅读模式 做了一些改变 好 例如说 检视底下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叫阅读模式 阅读模式 现在你看到就是一页一页的阅读方式 这是为了平板的设计 例如说你点一下它 是不是可以切换到下一页 下一个画面 下一个画面 好 我想这个平板的操作方式 各位不难去想象 就是用滑 滑过去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到下一页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 它多增加一个特殊的功能 检视 然后页面色彩 选择反转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把底色 底色改成黑色 字改成白色 请问这是不是叫做夜间模式 夜间模式 就刚好跟你刚刚看到的 白底黑字 现在变成黑底白字 所以也就是我们贯称的夜间模式 好 提供给你参考 那通常这个是方便给一些特殊人士使用 因为它需要有高量差的一个阅读习惯 所以检视页面色彩 可以改回来变成乎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深褐色 这个深褐它的意思就是说 底色变成有点那个 因为一点也不深的那个褐色 然后 就是偏咖啡色那种颜色 好 然后我们切换回来变成乌 乌的话就是白纸黑字 最后一件事 你一定要学会 离开 阅读模式 如何离开阅读模式 是不是点关闭 那就关掉档案了 那怎么样离开阅读模式 怎么样离开阅读模式 ESC件 可以吗 这个不教可能你又不知道 就是离开 进入阅读模式就是检视阅读模式 可是离开这个阅读模式 就按你点一下ESC按键 就离开了阅读模式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麻烦请你们 现在动手来去看一下 因为Word文件 它也有一个还不错的阅读模式 方便大家来去检视文件 我们现在我想要介绍那个 关于图片 图片 它应该是要有很重要的标号 表格应该也要有很重要的标号 好 那这两个东西加上去之后 你的图目录表目录是自动产生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图片 图片的标号说明 这也不是新功能 这是我必须要去推广 而且要去做那个效率提升 一定要交的一部分 首先图片 图片里面我们可以在参考资料里面 插入标号 那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通常因为是中文的文件 所以它这边它预设的标号都是英文字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自己去创造一个中文的标号 所以去新增标号 新增标签 你看都不统一 这边叫标号 这边叫标签 可是到了下一个版本 它有注意到这件事了 2019版 它就会名称是比较一致的 这边叫标号 这边又叫标签 是不是就会产生人家理解的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取名叫做图 然后确定 所以这边麻烦标签你要选择图 然后接下来通常我们会在后面加上这个图的说明 举例来说这个应该是档案功能 所以你就直接输入档案功能 还有它应该放在图片的下面 这个标号应该放在图片的下面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叫001 好 然后我们点选确定 这个001是不需要的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图片 它就应该叫图2 所以你看当我点它 然后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里面插入标号 它自动会变成图2 例如说我就取名叫做 这应该叫做文字 转换成 转换成SmartArt 然后接下来一样 你刚刚设成图片的下方 这边预设都会变成图片的下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确定 它的下面就会多了这个图片的说明 好 那这边是不是有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假如我现在我插入一张 它不会出现图5 它会出现图3 例如说这个是什么 这边应该是变更样式 变更样式 然后直接点选确定 它在这张图片的下面 是不是就有这相关的图标文字 可是如果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按照顺序去插入图标 没关系 它会自动帮我们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应该是 假设我现在我插入这一张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在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那就是 这个应该叫做修改 修改 什么样式 你有没有发现它变成图3 因为它在我插入的标签里面 图的标签 它排在第三位 然后确定 那刚刚插入的 在它下面的 它就会自动变成4了 那当然相对的 这一张假设我一样 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它又变成图3 那相对下面那两张 就分别变成图4跟图5 它会自动帮我们来去做修改 那我们这边 例如说 我这叫做选择样式 确定 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 完成了 例如说 这个叫图1 这个图2 这个图3 图4 图5 没问题 我要特别告诉各位 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我们文件最前面一定要放目录 除了章节目录 图目录 表目录 通通都要放 可是我好像常常都没有看到那个图目录跟表目录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所以请你们先插入这件事情 随便你高兴 挑 三五张来去插入 请问通常我们这样一份文件 这样一份文件 我们应该会有章节目录 这应该没问题 章节的目录 这叫标题 就是那个章 然后这个叫做节的目录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插入目录进去 所以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Enter 请把这一个 请把这一个段落呢 改成内文 这个是标题一嘛 你要是不改的话 它也就是标题一了 因为你在标题一的前面按Enter键 所以等于说 创造一个新的空白的标题一段落 所以我才会把这个空白的标题一段落 改成内文 改成内文之后 麻烦请做参考资料目录 然后选自动目录 或者是自定目录 好我们选自定目录好了 我也是要请你一点确定 那就等于按自动目录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点选确定 这个叫做章节目录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章节目录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就告诉他这叫目录 那除了目录以外 请问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去产生一个叫做图目录 好图目录哦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样用参考资料 插入图表目录 我刚是不是产生了图目录 我刚刚产生了图的标号 所以这边这边我们我们这个标题边标题标签就是标号吧 应该叫标号的标签 好我们要选择图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就产生出来图一是什么 图二是什么 图三是什么 可以吗 我重点是要讲这个图的目录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如果你将来要去有机会去研究所 这个图目录表目录 这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而且我们在写那个报告的时候 应该也要附图在第几页 然后内容是什么 这件事 这就是图目录的制作方式 还没有讲完 只是一个阶段 告诉你说 这边它是不是整理出来 第一个档案功能 它在第三页 第二个转换成Smart在第四页 第五个变分样式在第五页 自动产生的 你图在第几页 它就产生第几页 好 怎么做呢 参考资料 插入图表目录 插入图表目录这边 一定要记得选图 因为等一下我要教表目录的制作 这边就要换了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 先来去做这个图目录 做到最上面去 来试试看 如果说针对刚刚的内容 你不是听得很清楚 没关系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做表格目录 请问图目录跟表格目录差别 我觉得比较大差别就是表格的标号应该是要标在表格的前面 为什么 你们知道答案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道理 例如说 那个学长 你刚刚不是说吗 表格的标号要放在表格的前面 为什么 提醒 提醒 其实公文都是写附件一 附件二 那个表格上面会写 就是代表说 代表说 这个是附件的第一个附件 第二个附件 第三个附件 这样子 不是 你们的公文是 好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 表格是前面 类似你说的那种概念 可是附件都是放在最后面的 附件有附件的目录 而且呢 请再注意一件事 附件里面可能有图跟表 所以通常我们会有什么 就是原文的图目录 原文的那个表目录 还有附件的图目录 附件的表目录 这是最正规的做法 学位论文 你不这样写 他教授连看都不看 就直接退回 可以了解吗 你不要辛苦了两年三年 然后最后 学位论文 然后 你不按照这种规定写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这个 对 刚还没有讲那个答案 就是说 表格 上面 是不是要放 那个表格的说明文字 我们叫做 标号 那为什么标号 表格是要放在上面 图片 图片的标号是放在下面 因为其实表格是在说明 类似像文字的说明 那既然它是属于文字 文字的话我们一定是那个编号在前面 标题编号 标题字一定是在整个段落文字的前面 因为表格是属于文字性质的 那图片刚好颠倒 图片的话 我们其实大概看这张图片就知道它在说什么了 所以图片的说明会放在最下面 主要就是希望别人首先看到什么为重点 那我们现在创造那个表格的编号 表格的标号 所以游标落在任何一个表格 然后参考资料里面的插入标号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没有表这个中文字 它只有table 如果你写的是论文 那英文的论文的话 那当然可以用table 可是如果你写的是中文 例如说报告 我们都是写表 表1表2表3 好所以在这边 我们要新增一个标签叫做表 然后确定 接下来 你不要选到图 你不要选到图 而应该是要选到表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直接输入 这个应该是 就是 假设 假设 范本分类好了 范本分类 然后 记住哦 它的位置要在表格的上面 确定 表1 范本分类 这就很像标题字 标题字完毕之后 就是接说明文字 好 很像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就是标题文字 这就是说明文字嘛 好 那例如说在后面 我随便在这个地方 我再插入一个表格 好 那针对这个表格 一样可以做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那这个表格叫做 例如说 说明表格好了 说明表格 然后接下来 直接发现 诶 我们现在那个表 是放在 项目的上面 就是表格的上面 确定 好 那如果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这一张图 是不是又在做那个图片的说明 图片的标号 例如说 插入标号 记得 重点是这个地方要选对 这是图片 所以你一定要选到图片 好 例如说图6 6是 选取 选取 檔案 来源 然后 它是放在什么地方 上面 所以这两个会动来动去 请在选择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对不起 只要选到图 它就会按照你上一次 选图的位置 来去放置 确定 好 这样可以了解 那 我插入完表格上方的图标 接下来 是不是要创造表格目录 所以我游标放在这边 这叫做表目录 那表目录呢 一样用参考资料 插入图表目录 这边记得选择表 选择表 然后直接按确定 这样子我就插入了表格目录 可以吗 记住哦 章节目录 图目录 表目录 至少你要分开展现 这样子的内容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表格目录 还没讲完 因为当你在做修改的时候 刚刚我的图6 没有出来 就没有出来 就没有出来 所以你要学会如何自动修改 自动更新 当我们今天 也许我们在别的地方 我再插入一个表格 我再插入一个表格 好 假设 我就随便去做 做完这个表格呢 然后 我把这个表格的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我就直接取 表 它就变表3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位置 它会自动预设为 放在表格的上面 然后接下来 表3 我们就叫做 比如说 表格说明 2 然后接下来 直接点选确定 可是我们上面 上面这个目录 并没有改变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怎么样去修改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假如 假如我现在这个 成功简报关键篇 这是章节目录 我把它换成 简报关键篇 那这上面 也没有做修改 对不对 它不是即时做修改 它必须要手动做修改 滑鼠右键 更新功能变数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 但是这个整个目录 不包含图目录跟表目录 确定 这边就换了 那相对的 这个图目录 滑鼠右键 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整个目录 你觉得它有没有包含表目录 没有 确定 它只有更新自己的图目录 所以表格目录 是不是要再重新更新一次 所以我现在要特别告诉各位 就是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这个功能变数 其实它就是在做更新目录 这件事 那如果你真的要找功能的话 那这个章节目录 章节目录 做法是在参考资料目录 所以修改 当然就在目录里面找更新目录 如果我们现在要修改的是图目录 当然 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插入 改 当然就是要点它 更新 图表目录 这个 游标落在这边 更新图表目录 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记 在不同地方叫什么名称 你干脆就用滑鼠右键 它叫更新功能变数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合并列印 我们合并列印一定会有一份 长文一定会有一份 就是Excel的资料清单 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清单 我们现在这个资料清单里面有 姓 名 性别 还有它是什么什么 标题 住址 城市 有地区号 国家 好 那我等一下 我希望就是说颁奖 然后按照这边有十个人 这边有十个人对不对 十个人 九个人 所以呢 我要颁给这九个人的奖状 可以吗 我现在要做一个奖状 然后颁奖颁给这九个人 好 我就关掉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打开word 如何打开word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打开一个word新闻键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奖状 搜寻 这边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奖状 对不对 好 例如说 例如说受奖人性名价值 假如我们来做这一个好了 做这一个 然后点选建立 这是不是一份空白的文件 如果我今天我有十个人 我等一下会产生一个 对不起 如果我有九个人 我是不会产生九张奖状 可以吗 这就是合并列印要做的事 好 所以这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 我觉得还蛮单纯 就是可以从范本里面找到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做 邮件 启动合并列印 这应该没问题 然后把它当做是信件 当然 它可不可以是一般word的文件 可以啊 在这个地方 信件跟一般word的文件 是一样的意思 好 然后接下来 选取收件者 使用现有的清单 这个时候就要用 我提供给各位的一个资料 所以请到低词别机里面 自己去找OBIS 2016整合的基本资料 开启 那这里面只有一张工作表 叫做工作表1 所以点选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受奖人的姓名 受奖人的姓名 是唯一我 这边也可以修改 这边也可以修改 其他我都不能去做一些修改 例如说 选到他 然后插入合并栏位 请先放信 再插入名 接下来 这个地方呢 颁奖人 颁奖人你就可以输入 输入自己的名字 例如说我就输入自己的名字 日期呢 日期呢 日期请输入 今天 今天那就是 2019年5月29 但是英文正规的一个撰写的方式 我们也来学一下 5月是 不通常是 月 日 然后逗号 然后年 所以5月29 逗号 空一格 2019 你看哦 当我在输入什么 5月 空一格 你有没有发现 按Enter键插入 有没有看到这个 5月29 逗号 2019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按Enter键 它就 做完了 我们把字稍微变大密碟 字稍微变大密碟 好 这个对名我们就暂时不设了 因为每一个姓名 它应该起来有字 请问这样子的内容 应该没问题哦 我就是透过邮件 邮件里面插入核并栏位 然后把他的姓名放进来 然后这里面好像有点像打字的方式放上去 然后最后做什么事情呢 最后请做完成并核并 调查过掷 这个意思是全部都 这个其实我现在已经有两份文件了 一份是原本刚刚的新党 一份是结果档案 这个结果档案 它就有 第一个人理查林慧英 第二个人曹安德禄 第三个人乔治 军敏 一此类推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就产生了九个 最后一个人叫雷克斯安民 这就是合并列印 我现在要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来制作一份合并列印的讲座 我现在呢 我想要加强 我想要去加强 合并列印的应用 好 所以我现在就暂时不以这个讲状来去做说明 然后我相信我这样子再做一次讲解 你们应该记得住 它的操作程序 合并列印操作程序 我现在讲的动作会更多 我现在讲的动作会更多 可是你一定要掌握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你把这些功能 从左到右 整个把它做完 你就完成了 从左到右 整个做一页 好 这两个档我们都先不存档了 你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有提供一段叫做基本资料之主文件 这是一个邀请信 这是一个新软体教授的教育训练 邀请行的信件内容 对不对 这个信件内容通常前面我们会放 信 然后先生或者小姐 名号 对不对 对吧 就是例如说我们这里面 我等一下要出现 对不起 我等一下要出现的是 理查先生 名号 理查先生 名号 第二个人要出现是 曹先生 名号 第三封信就是 乔治 先生 名号 第四封信就要出现 皮克 女士 名号 有听懂 我现在说的意思 这是我们整个信件 的结束 好 那我先把这个以下关掉了 我现在就要拿这一份文件来去做合并列印 而且要再多增加所谓的一个信誓 然后我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你按照我所提供给你的资讯 由左做到右 我相信你就不会乱掉了 好 首先 第一件事情 打开基本资料的主文件 就是这一份文件 我打开来了 打开来之后 合并列印是不是在邮件底下 合并列印是不是在邮件底下 是啊 那为什么是邮件 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好奇这件事 因为话说在2000年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电子邮件其实是蛮红的 微软公司旗下有一套软体叫Outlook 甚至还有Outlook Express 可是后来那个Windows安装完 Outlook Express就安装完 对不对 Office一直安装完 Outlook是不是也装完了 那后来慢慢的Outlook Express就消失了 再后来到了2010年的时候 只剩下Outlook 那Outlook他主要就会希望说 假设你是要打一份邮件的话 你可能会蛮频繁使用合并列印 毕竟是商务性质要用的话 我们应该考虑的 应该就是Word结合Outlook一起使用 可是呢 现在 请问现在有谁上班第一件事情 是在收信的 你是先看手机的LINE 还是先收信 手机里面不是有LINE吗 对不对 手机里面是不是有LINE 手机里面也有电子邮件信箱 对不对 这个邮件 你会比较频繁看LINE 还是 邮件信箱 应该是LINE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LINE 可以了解吗 为什么 时代改变了吗 甚至 我还有好多那个 这两年 有学弟进来说 我已经没有在使用电子邮件信箱了 那我说那你的手机 他说我用iPhone啊 可以了解吗 iPhone不是要绑电子邮件信箱吗 他就随便申请了一个电子邮件信箱 他所有的操作全部都在靠他的手机 所以他没有电子邮件信箱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现在已经有慢慢的趋势 很多人 10年前你上班 第一件事一定是打开邮件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新的邮件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新的邮件 现在都不是 现在都是看LINE 好 那 因为当时他就想说 那我们就把那个 Outlook 跟 Word 绑在一起 所以把合并列印这个名称也放弃掉了 就直接取名叫做邮件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从左边 因为我要做合并列印 你就从左边做到右边整个完整的做一遍 你就做完了 所以首先请问一下 邮件你就要判断了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建立信封 这个明明就是信件对不对 信件跟信封是不一样的东西 信件是那张纸 信封是外套 可以吗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不是要去建立信封 也不是要建立标签 各位知道标签是什么吗 你可以往后看 萤幕 这边就有一个标签子 可以吗 这就是标签 你看往后看 你的萤幕 不是有一个黄色标签子吗 那个就是标签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我也不是要去做标签 所以这两个功能我是不是不用做 同意我说的意思 接下来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去启动合并列印 因为我做的是一个信件 所以当然我就要点信件 其实这个动作做跟不做 没有用 没有差别 可以吗 接下来是不是要再往右边去做 你看 你现在这些通通都不能做 都是灰色的 所以你需要做吗 都不需要做 你是不是要做第四个 所以第四个是不是选取搜建者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说什么吗 没有发现就一个一个网友做完 你就做完了 好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讲很多功能的时候 我要是中段好像又不太适合 所以一口气把它讲完 可是我一定是从左边这功能 讲到最右边 好 第四个 选取搜建者 使用现有清单 这是什么意思 我本身已经有一个以色奥党 它就叫现有清单 如果我本来没有 如果我本来没有清单 那我就自己 现在赶快去Key 赶快去输入清单 有没有看到阿鲁克 因为他是要跟邮件结合啊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我提供给你的不是 电子邮件 而是这个现有清单 所以点选使用现有清单 低词别机 低词别机的Office 2016整合 然后底下的这个主文件 基本资料之主文件 开启 对不起 为什么开这个呢 应该是要开那个以色奥档案 低词别机的基本资料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请问这是灰色的 灰色你要 对 那你说编辑收件者清单 我刚是不是取自于某一个档案 当作清单 还需不需要编辑他 理论上应该不需要 可是你也可以去编辑 他就把所有九个人的资料都列在这边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假设我只通知 请问一下 你觉得男生比较爱学习 还是女生比较爱学习 男生说男生 女生说女生 事实上女生比较爱学习 学习跟寿命长断也有关系 真的 真的 大哥你能不能答应我 活到了 学到了 假设你退休 你就开始看我的那个教学训练 过你看很久很久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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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学习 他可以活到比较久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假设我今天我只要通知女生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勾一勾 把那个男生都取消掉 这就是编辑清单 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了 所以我们就先按关掉 好 那请问一下 接下来是不是做这件事 书写与插入功能变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去做那个 这个灰色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地址区块 不是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问候行 不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插入合并栏位 插入什么呢 例如说某某某先生 对不对 所以插入 我现在插入了一个姓氏 那接下来呢 这个做完之后是不是要做这一个 对吧 插入合并栏位 完毕 这边是不是已经有姓了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插入规则 规则 可以吗 是不是按照这种顺序过来 所以你还要再去记说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不是 你就是从左做到右 全部都要做完 全部都要做完 现在学习都是这样来去学的 当那个步骤很多的时候 可是这种机会非常少 以前不是有那个精灵吗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 现在没有了 现在之所以没有 就是你只要从左做到右 所以规则这边 请问要学哪一个 男生我们就取名叫 我们就要换成是先生 那女 女我就要换成女士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if landelse 点他 可以吗 知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 就是 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如果是男生 如果是男 如果性别是男 我就给他先生 其他的话就给他女士 所以请把这个功能变数名称 改成性别 等于男的时候 我就放先生 其他的话 否则 否则就是不是男的话 那我当然就要放女士 女士 女士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符合栏位 符合栏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看我们要不要以哪一个 来当作是符合或不符合的依据 这边我们就暂时不做任何的调整 也不做更新标签 因为我们不是做标签 这边是不是预览结果 所以你可以点它 这边就可以告诉我说 领察先生 那预览结果 你可能会看第二笔的预览结果 第三笔的预览结果 所以这边的调整我想也没有问题 或者是寻找收件者检查错误 不过基本上这边我觉得 比较少去使用它啦 然后我们重点是剩下最后这一个咯 因为这边是预览嘛 如果你前面都做对了 那是不是直接跳作这个完成与合并 所以点选完成与合并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三个 看你是要把做好的文件列印出来 像刚刚讲 这样是不是其实应该列印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印表机 所以我们不列印 还有是不是传送电子邮件 我们并不是要寄给对方 因为我们没有选到对方的电子邮件 所以现在是不是只能做编辑个别文件 请选全部 预设就是全部 确定 请问你看我这样从头到尾整个做完 你也从头到尾整个做完 绝对不会有错 这就是现在这个软体 它不需要精灵的原因 你看哦 李曹先生名号这是第一页 第二页呢 曹先生名号 第三页 乔治先生名号 依此类推 我就不去做其他的讲解了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练习 放先生或女士 对一定要看到一个女士 你看皮克女士名号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性别的判断 完成何必列印 我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主题是整个节的班仪 还有整个章的班仪 例如说我现在拿office事实招来去做讲解 你看一下哦 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旁边有一个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点一下 它把整个章全部折叠起来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点点这个11点如何将带处理邮件牢记在新的技巧 它是一个标题二 所以当我点选这个标题二的这个左边的控制钮 点它它就把这一节折叠起来 可以吗 所以章的折叠跟节的折叠应该会 那可不可以打开 打开就再点一下咯 例如说这个整张打开来是不是就点它 那刚刚这个节要打开来 我一样就点它 这样是不是就打开来了 好 所以你应该知道说 这个这个三角形是多出来的功能 对吧 以前没有 好 我现在就要透过它来做整张的搬移 请你千万不要这样选哦 你这样选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这样子把它整个折叠起来 请问你是不是选到它 然后 例如说 例如说我剪下好了 其实也不用做剪下 我想要 最好是做 例如说好了 我就直接搬 好 假设我先缩小 我现在哦 我现在我只是稍微想要给你们看一下 如何将带处理邮件 牢记在心的技巧 你看一下它的内容 是不是就跟那个outlook是有关系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选到 选到这整个段落 什么叫选到整个段落呢 如果你今天是从这边选到这个地方 这个不叫整个段落 因为它最右边段落符号没选到 所以当你左边这边点一下 是不是就选到整个段落 然后按住它往下搬 例如说假设我搬到13跟14中间 那就是13整个完毕之后14的一刚开始 是不是就这边 放开 你看哦 现在的13就是刚刚的 如何将带处理邮件 牢记在心的技巧 你看打开来 完全内容整个做搬移 整个做搬移 这我想没有问题 这是节的搬移方式 好 我们还是要把它搬回来 怎样搬回来 就是选到这整个章节 然后搬到 搬到 例如说 会议管理篇之前 或者是这个的后面 放开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今天这边按Enter键 它这边就乱了 所以最好是如果要搬 应该要搬到这个 这个的前面 这个的前面 不是它的后面 因为 因为你不能搬到这个段落的后面 可以吗 就是我这样子搬 我只能搬到段落的前面 这样了解 所以我只能选择 我要搬到这个会议管理篇 会这个字的前面 好 这是节的翻译 整节翻译 整完整的一节去做移动 接下来我们要挑战是整个章 的翻译 例如说各位 刚刚这边是不是第二章 工作管理效率篇 我先把它整个缩小 第三章是会计管理篇 第四章是高校文件篇 然后选到他 选到他 这边选到他 按住他 搬到 例如说 等于说 高校文件制作篇的前面 放开 你看 我这边是不是把 刚刚的工作管理效率篇 整个去做改变呢 本来这边里面是不是有两个节 还是两个节 可以吗 记住哦 选到他 我们再把它搬回来 搬到会议管理篇 会这个字前面 这样又恢复回来了 是不是十一十二 好 我现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个 这个翻译法 我觉得会比较好用 它其实是来自于 旧版里面的大方模式 大方模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多增加了这一个功能 这个是 我觉得还蛮不错 方便我们来去做整章的翻译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练习 章的翻译 节的翻译 我现在要透过这个超市办例跟各位介绍一些还蛮不错的新功能 像例如说预测未来 好 你要做警察吗 会 对 好 好 保护财产 好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如果说你有这个预测力 那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那 以色尔都提供了这个预测 预测未来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去教你这个预测 还有像例如说 分析东俱箱 我们先把那个瀑布图 竖形图 然后还有 soundburst 这个太阳热力图 还有直方图 和须图 就是箱形图 跟你们介绍完 看看情形怎么样 看看情形怎么样 因为你画出这些统计图表 很容易的跟别人来去讨论事情 可是你要画对的图表 请你千万不要只有提供资料 只有提供数据 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来去看看 这几个简单的图表 如果这些你们都可以掌握 我们就来去挑战 什么叫做预测未来 还有分析工具箱 那我们首先 第一件事快速点两下 这个超市范例 点回来订单 订单 然后麻烦请你把一个很重要数值改掉 好不好 请你把这个Q6 Q6改成1万 因为当时 这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因为我希望就是说 资料变动 然后目的地的资料 也跟着变动 也就是另外一套软体 例如说 那我们 那我们来去记住 Q6 Q6改成1万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先做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分析 分析什么呢 我们先谈 我们先谈 我们先谈那个组合图部分好了 因为插入里面我觉得最棒最棒的绝对是这个组合图 组合图 组合式图表 好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销售额与利润 就是这家公司呢 是不是有2015 2016 2017 2018 这四年的销售 然后也有这四年的利润 然后我们来去看它的差别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当然就是用枢纽分析 插入 枢纽分析表 请问一下 那插入表格 这大家都知道 插入枢纽分析表格 当然就放在表格里面 因为枢纽分析表格 是不是就是表格的一种 是啊 所以它当然放在表格里面 那为什么放在表格的左边呢 因为这套软体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要去做分析 所以它把枢纽分析表格 放在表格的前面 这个是重要性 重要性导向 那插入枢纽分析表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忘记 它在什么地方 好 现在把销售额在这里 把销售额打勾 然后再把利润也打勾 它这边是不是就算出来 2013年销售额多少 利润多少 然后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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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会去插入这种组合图 组合图 为什么插入这种组合图呢 为什么插入这种组合图 因为通常我们有一个是销售额 有一个是利润 有一个是销售额 有一个是利润 那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这样子的图表 这样子的一个图表 销售额 因为这个销售额很高 然后这利润 是不是就相对来说 你看 销售额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甚至还有高达千万的 可是利润只有各十百千万十万 只有到十万这种等级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这两种图表 给予不同的轴 才方便我们来做比较 不然你看这条都是水平线 那有什么好比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 各年利润差不多就是这么低 对不对 可是这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我们给他用相同的 相同的这个标记 好 等一下我再教你如何修改 可是记住 我现在我的做法是 我先做出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这边我是不是用 各年销售额与利润 既然是各年 请问什么是跟年有关系的 是不是订单日期 所以勾选订单日期 再来的销售与利润 所以销售额打勾 这张图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这张资料表就画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选插入底下的最基本的组合式的第一轴 因为这一种是我们最频繁使用的 好 然后就产生这张图 等一下我再教你修改 这张表变成有负坐标轴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坐到这边 记得住吗 然后接下来请问一下 这个利润 利润是红色 是不是很扁 所以你会乍看之下 它是一样高 事实上它不一样高 你仔细看一下 这边 这边2015跟2016好像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不要用这种感觉 你请主管 你敢请局长 感觉一下你画出来的统计图表吗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好我们应该把这个利润改成负坐标轴 所以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红色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叫做 变更 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然后请把这个利润 副坐标轴打勾 确定 所以你有看到一件什么事吗 如果以利润来去观看的话 利润是逐年上升 有没有看到这件事 那销售呢 2016有下降 有看到这件事吗 所以记得就是滑鼠右键点选 点选这个红色利润这条折线 然后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请把它改成负坐标轴 所以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趋势 这就是组合图 组合图都一次同时让你看到两种 两种资讯 请我们先动手来去做组合图 其中折线图的副坐标轴 请呈现出来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个核虚图 核虚图 核虚图就是分布图 核虚图就是我们讲的Histogram 直方图 直方图它是拿过来算分布的情形 举例来说好了 那个例如说上网的年名分布 上网的年名分布 请问你觉得最高是落在几岁到几岁之间 我想也许你可能 你可能会觉得可能是20到30岁 上网的年名可能是这个最高 那例如说请问一下得到 因为癌症有很多种 像例如说得到肺癌的人 你觉得年龄分布 他是不是最高会落在六七十岁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你可能画出一个分布 但是那个最高 要看是什么事情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客户 客户有跟我们公司购买 有的是有两个 有的是购买四个 有的购买九个 有的购买十四个 有的购买一个 可以吗 那我们来去看这个购买的一个分布 购买的一个分布 那怎么样来去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来算 一出现几次 二出现几次 三出现几次 同意吗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好像说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觉得那个偷窃脚踏车 偷脚踏车的年龄分布 请问你会不会想说 他应该会落在三四十岁 五六十岁 还是十多岁到二十岁 你觉得哪一个 哪一个 那个年龄族群会最多 应该是 谁会去比较会去抠脚踏车 是年纪比较轻的 还是中年人 还是老年人 还是没感觉 我们现在要算的是这种图 分布图 可以了解吗 当然是年轻人才会比较有可能去偷脚踏车 了解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出来说 那一出现几次 二出现几次 请问怎么算 一样啊 插入数据分析表 确定 首先把数量 首先把数量 翻到列 是不是有一次的 是不是有一次的 两次的 三次的 四次的 五次的 再把数量 翻到这个地方 翻到直 有听懂吗 我应该真的拿那个犯罪资料来去算 你们可能会不会比较有感觉 可是意思是一样的 不会说好 因为我拿商务资料 然后你就听不懂 你看 一 总共 请问一下 这边 它是用加总 你觉得这样子的算法 对吗 不对 所以要把它改成 这边 直栏位设定 直栏位设定 改成 计算次数 项目个数 确定 这才是正确的 因为 请问一下 我们总共比数是不是1万笔 我知道 我的总共记录就是1万笔 所以 1 就是 客户跟我们买东西 买 一笔 一个东西 出现了981次 买 5个东西 数量5的 出现了1216次 可以吗 你一定要好好善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那个真的是很棒的帮助我们来去做分析的一个非常棒的力工具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画什么图了 去画我刚刚的分布图 分布图在这边 它叫做核虚图 核虚图 你有没有发现它这样画出来的结果它是什么 它是21 然后36 21 然后这个 等一下 我们先画十条图出来给各位观看 这个比较像分布图 这个比较像分布图 就是 1 总共出现981次 2 出现2392次 3 出现2372次 可以吗 我是不是画出来一个分布图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 顾客跟我们购买的次数 就是说 他跟我们买东西 可能买最多是两次 两个数量 或者是三个数量 数量2跟数量3是出现最多的 可以吗 我们能不能用这样子来去推精彩539 你从最早最早开始 所有的那个精彩539那五个数字 第一期那五个数字 第二期那五个数字 第三期 每一期全部都收集过来 收集过来之后 然后你去画它的分布图 你就会知道说 哪一个数字 出现的次数最多 听得懂了吗 你左边的就是号码吗 对 下面是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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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几次 那个 左边那个Y轴是频率 就是出现几次 口语化成就是出现几次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们要算也是拿那个半岁 例如说那个 例如说 好了 我们来去算说 汽车失窃 机车失窃 汽车失窃 然后 近十年 它的一个分布情形 要改变 你就会发现 你就真的会发现 就是 偷汽车的人 有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我们是做这样子的分析 就对你们来说 你们是要算到这种 这种事情 可是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透过这种枢纽分析 然后去解释这个核虚图 其实 它真的是可以做出来 我不是用核虚图来去画 我用的 这张图 这个资料表 我用的是 这个 直方图 对不起 我用的是直条图 我再重新做一次这张图 给你们 这张资料表 然后只要画出直条图来就好了 不过这张图 它真的就叫做 核虚图 好 回到订单 来 我现在 别人来跟我买东西 就是这边不是客户吗 他去购买 有可能买这个 数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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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4 数量3 数量9 数量2 那 我就想要知道 那 我就想要知道 它的 购买数量的 频率是什么 那 如果你出现 那个数量50 那就是 outlier了 如果 你知道说 它大概分布是怎么样 然后出现 那个 异常的值 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去做 侦测的 那 我们现在就来看 数量怎么算 插入 枢纽分析表 然后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什么都不用改 直接按确定 首先 我们是不是要勾 这个数量 把数量放到列 他就会告诉我说 数量有出现一次 两次 三次 最多到14次 然后 接下来把这个数量呢 放到值这边 可是记得 要把这个内容 改成 滑鼠右键 去做修改 改成 这个值 人位设定 改成 项目个数 因为你看 现在是不是加起来 是 37,675 他根本就是把那些数量 全部都加起来 我们不是要加总 我们要出现的次数 也就是频率 所以要改成 项目个数 确定 你看 我总共资料比数 就是1万比 所以 1 这个数字 出现981次 2 这个数字 出现2392次 然后 插入 我们来 就先画这个 直条图 可以吗 这个 这个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你看它的一个分布情形 就是客户跟我们公司买 可能已购买数量1 数量2 数量3 数量4 数量5 居多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好 我们刚刚好辛苦好辛苦做了好多好多动作 然后 又做 又做又用枢纽分析表 然后是不是又再用直条图 用直条图 然后真的好不容易我们就可以产生这一张图 产生这一张图 我想应该没有很大问题 旧版真的要这样做 可是新版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 Office 2016了 我们用Excel 2016的核须图 两个动作我们就做完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订单里面 请你选数量 会选数量对吧 例如说R 直接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插入核须图 这个 点它 你看跟你刚刚画出来的图是不是一样 可以了解吗 所以你还要用 那个Excel 2010版 对啊 应该要用新功能 这样了解我现在我们在做核须图这个重要性吗 可是我还是要请你真的懂 核须图它的重要性 就是在算那个分布 分布 它这边我们不能改 这是比较可惜的 这边我们不能改 这边的意思就是一 对不对 例如说1到1.36 总共出现981次 可以吗 1.36到1.72 出现0次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1.5次 1.6次啊 对不对 可以哦 好 不过 真正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懂 这个 这个 核须图 这个分布 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们是真的要懂 分布图 以前那个直条图 我想你应该很容易懂 折线图 你也很容易懂 圆形图 你也很容易懂 对不对 可是现在他既然 已经多出来一些什么 核须图 树状图 然后组合图 你是不是就要把它变成你 一定要懂的图 是的 这个分布图很重要 很重要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肠癌 大肠癌 50多岁 居然在台湾是一个高峰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50多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件事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意思吗 就是这个分布 它绝对有很重要的特色 好 两个动作 哪两个动作 1.选到R这一整来 其实这是不好的选法 因为我们是不是会选到很多 没有资料的格子 2.插入核须图 这应该叫做长条图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你会发现 这种方式好简单 你不能怪我 我只是告诉你说 旧版怎么做 新版又应该怎么做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树形图 树形图 插入底下 这边有个树形图 好 树形图其实是变相的文字云图 我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文字云图 文字云图 文字云图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清楚的去看到这张图 好 这张图呢 这张图 你看到最大最大的字 它这里面有什么 不过这是大陆的 不看大陆好了 这边好了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是用那个大小 还有颜色粗细 来去描述文字云 你看这边有沉默用户 女性用户 广告响应户 高频用付费 然后安装 高浅 未成年 夜猫子 电商用户 这些是不是都是比较大的字 他认为就是说 他在做这些文字分析的时候 这几个字 其实可以串在一起 就是说 女性 然后又是夜猫子 然后呢 他去做那个购买 购买 的频率会比较高 他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说明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换成这种 以色谣理念 我们也可以做类似这件事情 就是 塑形图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类别 类别 例如说子类别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子类别 那子类别呢 通常我们以前我们的分析 因为只有直条图圆形图 我们可能会做圆形图的一个类别分析 好 就是 各子类别的销售圆形图 我们来看一看 以前做法 可能就插入 书纽分析表 然后确定 值类别 然后 然后 它的销售 销售 销售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去插入一个圆形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多最多的是什么 器具 最多最多是不是器具 它占了所有里面的47% 有看到吗 我滑鼠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47% 对吧 好 如果这种图我们不想要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 就是 一样 游标落在这边 去做 插入 竖形图 你有没有看到 确定 怎么跑掉 插入底下 竖形图 有的图表类型无法与其他图表合并 等一下 我把这个复制 选择性贴上贴成直 然后竖形图 里面上应该是可以画出来 你看在这个地方器具是不是 在整个全部里面 差不多快过半了 可以了解吗 这是 当我们今天主要来去看公司 公司的主要的产品 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去看出来 这件事 只是它从原本我们习惯看的圆形图看法 换成这一种看法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去看出来说 这五个公司里面总共可能有 十二四六八十十二 十七种 十七种产品 十二十七 十七种产品里面 其中 这五种 这五种的销售 就约占了八成 可以吗 也就是公司最主要的销售产品 就是以这五种分别是器具 书架 椅子 影印机 电话为主 可以吗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个 塑形图 那就请你们先做各纸产品的销售 应该可以很快的做出来 纸产品 记得用枢纽分析哦 勾出纸产品 还有什么 还有它的销售额 然后麻烦请画 塑形图 塑形图 塑形图画完 塑形图画完 请问一下哦 你会不会去画地区销售塑形图 不会啦 怎么不会 来画面借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哦 刚刚我们画的是什么 指产品的销售塑形图 去查主要产品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面订单 我们可不可以去做 主要地区 销售塑形图 这边不是有一个地区吗 主要这个地区 或者是主要城市 主要城市有没有看到 城市 因为城市是不是很多 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城市 就是销售塑形图 那就是 插入枢纽分析表 确定 主要城市销售 所以主要城市的话 那这边是不是要勾城市 然后接下来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叫做销售额 那这边是不是很多很多 所以不建议直接这样子来去 不建议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还是要把这些全部复制 就除了总计 总计不要做 然后选择性贴上 我只贴直 就是内容 然后插入这个塑形图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最高的是扇头 你觉得有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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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头在哪里啊 居然比上海还要高 而且高很多 所以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扇头一定有问题 来订单 扇头的销售额 可以吗 所以我们先来去做一个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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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头 我在想是不是最后一笔啊 最后一笔 也不是 好 我 我先 把那个扇头 因为我觉得要看 第五笔 这笔 我刚刚不是 但我改成 一万啦 等一下我看一下 扇头 城市这边 我们文字筛选 我只要扇头的部分 是 嗯 有 嗯 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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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也都正常了 善 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不太正常的情形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建议在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应该去做一个重新整理 然后接下来去 复制 选择性贴上值 好 不过我就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 这家公司因为每一个格子都很小 每一个格子其实都没有说大到什么三分之一 或者是 像那个三国时代是不是三分三足鼎立 不是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 假设这是大陆的超市 所以每一个城市可能都会一到两家 这样子的情景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上海天津北京 虽然说他们最多 但是也加起来大概也只有占一成 所以这代表什么 就是大家销售的金额都是小小的 没有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大城市 他的超市 他的超市呢 占了 例如说 百分之三十或者是百分之五十 是没有的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这样子的情形 这样子的情形 文字云画出来 每一个字大小都差不多 不会像刚刚这一种 这样子画出来 器具 书架 椅子 器具就会很大 再接下来书架 再接下来是椅子 那最小就是这个 什么系统啊 什么标签 好 更重要一件事情 你看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哦 请问可不可以来去看看 我们公司有没有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重不重要 重要嘛 主要客户 例如说端午节 我们要送他 两串种子 建立良好关系 那如果是一般的客户 我们可能就是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不好的客户 我们在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要通知他来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透过 像刚刚那种方式 我们来去把那个 主要客户把它找出来 然后我们有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特别来去做宣传 那就像我们今天假设 假设我们今天那个交通意外事故 号发生在我们发现假设是夏季 那你还有冬季 就是说那个可能是暑假跟那个过年那一段期间 那你是不是要加强这两个时段的一些交通意外事故的宣告 好提供该门参考 这都是我们这边加入这个塑形图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挑战最困难的瀑布图 瀑布图 好 其实瀑布图应该这样子来去做分析 瀑布图应该这样来去做分析 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里面我们来去看类别好了 因为我不想要把太困难的东西交给你 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我的大数据分析 人家的瀑布图早就已经帮我们写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瀑布图该怎么做 这边是不是有类别 有三个类别在这里 三个类别 每一个类别 它都会有就是销售 好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各年各年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首先一样要插入枢纽分析表 我们来去算出来各年各类产品的销售瀑布图 我们来去看那个 我们来去画另外一种瀑布图好了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要去做各年 所以勾订单日期 没问题 然后各个类别 类别打勾 它的销售 奇怪我刚勾类别就没有反应 然后接下来销售额 销售额在这边 好 我们是不是画好这张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画 瀑布图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先画 技术 技术 的 瀑布图 等一下 我们先复制这一段 复制选择信贴上 请问 这个瀑布图呢 插入瀑布图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就是2013年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2014年 它有增加 它有增加 2015年 它也有增加 2016年 它也有增加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 假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呈现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 我们要去计算说 它增加多少 所以就是 这一格减去它 所以通常我们是画这种瀑布图 插入底下的瀑布图 你看哦 2013年 是这样子的金额 然后2014年 是不是增加 2015年 增加 2016年 增加 那如果 如果这个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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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万 有看到吗 这边 它是不是就出现 这个金额 然后减少 20万 因为红色 是不是减少 然后 接下来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从 例如说 90万 减20万 这边 70万开始 它又增加了 37万 增加了 37万 然后 接下来 在这个 底 这个地方 它又增加了 27万 所以 如果说 你有很多年的资料 它是不是有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它这边 它就把 这样子的关系 叫做瀑布 可以理解 我现在说的 这个意思吗 它非常 棒的地方 就是来去做 两年之间的 比较 两年之间的 比较 就是说 这一年 跟前一年的 比较 它是下降的 下降了 20万 然后接下来 这一年 跟它的比较 它上涨了 37万 然后到了 2016年 又增加了 27万 这就是 瀑布图 可以吗 所以我们刚刚从 从技术类 来去观看 对不起 技术类 来去观看一下 它其实已经 逐年 这样上涨 逐年上涨 所以我现在在做另外一个 我再做这个 年 跟家具 复制 贴到这边 选择性贴上 值 那这边怎么算 这个是不是加这一格 减去前一年发生的 所以它是成长 都是成长 那这一格很单纯 就是存它 然后 请你去画 瀑布图就变成 选到这个内容 再加这个内容 去画 插入 瀑布图 这个是什么图呢 这个是 加剧 加剧 2013到2016的 销售 瀑布图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2014年 有成长 可是 2015年 有成长 但是成长的比 成长的数 是比较少的 那2016年 是不是有大幅的成长 可以 可以吧 就是 家具类 它的成长 2016年 很大 可是 如果说 如果说来去看的话 这个 技术类 它的成长 是2015年 成长的是比较大的 所以 这两类的 产品 是有差别的 好 我现在就要请你们 动手来去 画画看 瀑布图 瀑布图 好 请你们先动手 来去完成 瀑布图的部分 我觉得瀑布图 应该算是这里面 最难懂 最难懂的一种图 瀑布图 可是 如果你会画这种瀑布图 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比较 比较什么 它增加的量 增加的量 好 增加量 看是增加多少 这个增加量 是增加多少 像这个感觉就是 一刚开始 它没有增加很多 但是后市是看好的 那这个呢 这个好像就是 有好有坏 就是都是增加 但是可能一下增加 10分 然后一下增加5分 以下增加9分 这样子的逐步慢慢增加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前面是很不好 可是后面是非常好 反正这分析出来都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来去看订单 我们为了让各位去了解 所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的客户别有消费者 有公司 有小型企业 那哪些是 就是他们的一个销售的情形 变化情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瀑布图 来去看出它的增减 主要当你要去做那个 增减的比较的时候 所以我们来去看 以细分 就是客户种类细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用插入 数秒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勾选细分 细分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勾 对不起 这个细分应该是在蓝的地方 我们左边应该是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销售额 销售额 然后放在这边 好 我先把这些所有数值 先改成缩小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样子的内容 复制 然后选择性贴上 贴成值 这个当然就是年 各年 那我们来去看 它的瀑布图 它的瀑布图 复制 贴上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看说 这个到这边的变化 怎么都是增加 好吧 这可能是刚好 都是增加 你看小型企业 小型企业是不是加这一格 减 这一格 这是2014年的增长 然后复制到这边 那它原始的格子 是不是从50万这边开始 小型企业起跳 是从50万开始 公司是从90万开始 消费者 它是从140万开始 所以这家公司 主要主要的 就是服务对象 应该是以一般消费者为主 好 然后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小型企业 这几年来的瀑布图 就是成长下降的走势图 所以插入瀑布图 所以我们刚好看到什么 它2013年开始 它就是到50万开始 然后接下来每年都是成长 至少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 可以吗 当然还会 我们再去看 除了 除了 除了这个小型企业 是不是还有消费者 那消费者的话 是不是一样 就是加这一格 减它 减消费者 这样我们就算出来 增加多少 好 它的刚开始是从140万开始 所以这张瀑布图呢 它是这样呈现的 插入瀑布图 所以我们稍微缩小一点 好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 虽然说它这个值比它来的大 可是以比例来去看的话 其实它成长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它的成长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以量来去看的话 就是这几个之间的关系 它是不是除了2014年成长的比例是比较小一点 但是后面这边成长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这个小型企业 它就是属于只有2015年 它的消费是比较高的 可以吗 那我刻意 刻意再把假设这个值改成 改成 负50万好了 有看到吗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意思就是增加 这个就是减少 这个就是合计 这个也是增加 它就增加上去了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它最后增加 只有增加到这个地方 约等于 一百六十万吧 好 我的意思是说 2016年它这样子销售大概增加了大概一百六十万 可以吗 所以我只是说希望你们大概理解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知道说这样子来去看增加还是下降 因为你觉得主管他做完你做完这个统计 今年的统计 应该说是去年统计 他会被关心去年跟前年的差别 会不会 应该会 而且现在很多人就是会去慢慢算这些东西 会有人去算说四年前跟四年后 两个不同市长 他的一些增减 瀑布图的呈现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做分析的 好 我只是希望说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以前我们重视的是可能前一年我们统计完就好了 现在不是 现在慢慢都是要去做两年间的比较 或者是多年间的比较 这样子的时候瀑布图他绝对可以派得上用图 好了 不过今天讲了好多好多 这都是新功能哦 那你想2016就已经出现这张图 未来你是不是就可以展现给主管看 或者是给其他同事看到这些不一样的图 而且这都是基本功能了 而且我觉得这种图比原本那些什么雷达图啊 好用多了 而且必须要把它全会 我们握的很多的新功能 还有以色谣的新功能大概跟你讲完 然后Powpoint 其实它有它是旧功能 可是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旧功能 2013出的功能 但是到2016这边呢 它再更加的精进 所以我们上次我们再来玩点Powpoint的新功能 然后就再继续讲那个整合 其实我们建议今天我讲那个整合应用 决定来说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这件事 然后它就是要拿个Word文件跟以色文件 然后如何去串在一起 还有我们从网络上去抓了一个什么Word文件 讲状来去画出每一个人的讲状的内容 好 那我想今天可能要在此在这边到一个段落了 上次是星期五上课哦 5月 最后1天5月生日11号 我们再来继续看OFIS 2016整合应用 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哦 麻烦离开的时候记得要帮我们关机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